就像剛剛其他醫生講 你住宿的費用 你要自己花 然後你吃飯也要自己花 那如果不給你錢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不用火了 對 那一個是英國 一個韓國那都不用 在台灣就會有補貼嗎 沒有 沒有 宋敏華你也沒有 對 沒有補貼 頂多就是這個 醫院可能有宿舍 你可以就是優先去入住這樣子 但如果這個醫院沒有 你還是得自己要找房子 好 接下來我們聽 9000塊的王蕙銘 王蕙銘 嘉義科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系 醫師已不是高興的保證 一開始9000塊 我家人朋友都不相信 我覺得這太低了 這根本是亂報 裡面很高的怎麼報9000塊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其實 台北房子也滿貴 我們租房子 差不多也是9000塊錢 而且9000塊錢 還是一般的雅房 可能還沒有到套房 對 所以那時候光是房租費 就已經9000塊錢 所以生活其實過得是非常的緊 那後來就開始花定個存款 花到後來就 真的撐不下去了 就很挣扎 到底能不能找家人幫忙 不會跟父母反應嗎 那時候我們也是一直在掙扎 掙扎想說 自己還可以撐 因為那時候其實生活花費也不多 因為也沒有娛樂的錢 那其實吃飯有時候 很多時候摸得快 可能只是買個飯糰而已 花費非常的差 品質不好 品質非常的差 對 所以醫生的腸胃也不好 對 這些都是職業病 對 所以到後來還是 還是要靠家裡的幫忙 很勉威其談的靠家裡的幫忙 真的 醫生有時候在開刀 好像手速很長嘛 不是每個刀三個鐘頭 有大整個四個鐘頭 你中間吃飯怎麼辦 你臉罩拿起來吃啊 那個大體還 不是 大體 就是 換成 換成 還躺在上面 那個剖的還在剖的那邊 你就要吃一點 就不然你回來繼續開 對 也很辛苦啊 所以他品質怎麼會好 好啦 學副的 學副的 這個寫什麼鬼 我看不到 就是旁邊偷偷計算 就是 兩萬比起其他人聽起來 好像是最多的嘛 對 我們醫院對我超好 其實不是 旁邊在算公事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的話 就是一到五要上班 禮拜六要上半天 所以一個禮拜要上 五點五天班 二十四小時 然後 二十四小時 對 一天二十四小時 就是我們還會有一些 就是 開會 值班什麼 他全部都算你的 他自己加的 你自己加的 算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值班的時候 一個禮拜 大概至少要 三天班 有時候會 會甚至四天 而且是包括六日 就是那種二十四小時的班 那最後算一算 其實將近兩百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用兩萬塊 那兩萬怎麼來的呢 兩萬塊就醫院給的 他不會值班費 其實算一算 我們等於時薪一百塊 那你在醫院 比他們福利好多了嘛 對 因為我們他 就是我們的時薪醫師 要做得比較多 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像 護士要抽血 要 我們那個就叫 英騰 英騰就時薪醫師 英騰 抽血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抽血這種就是護士 在做醫生 只要出一個水擦就好 不是 我們醫院就是 英騰抽血 然後英騰那個 時間到了 該打抗生素的 就拿一盤那個抽好的 每八個小時 打一次的一盤 六個小時打一次的一盤 十二個小時打一次的一盤 就時間到了 就叫我們去打針 那個其實 也沒有太多技術性 就是你把那個點滴嘛 就是把那個針推進去 就這樣子而已 他們說因為這是侵入性 所以要醫生做 那除了這以外還有什麼 說英騰 去 shaving 就是我們有時候 那個他做青島館 要剃一些那個毛 剃毛也你啊 剃毛也我啊 他就說拿一個杯子 這肥皂水 這刮胡刀 英騰 剃毛 我們永遠 會不會連到那個時候都要你 快要了 有一次有一個那個婦產科 那個生下來那個 不好的那個胎盤什麼 全部就叫我們拿一個 那個袋子 拿去太平間這樣子 就 不會 不 還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